我跟你说我这个百佑姐啊 你尝尝 保证你吃了之后 开心的说不出话来 行不行 那我领教一下 好吃吗 不好了 大摩托又来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怎么办 诸位请留步 是 是谁多管先生 薛妍莲斯骂的什么破桃 怎么把牙刀给粘住了 这多少人七老八十了 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你这小小年纪 口舌之快 竟然能忍住不成 着实不容易 是谁 这种人 何必让你 早知道 旁美 和煞之为 太可怕了 现在就是 我家公子脾气不好 感受有急 多有得罪 给二位赔不是了 哪里 哪里 不好意思 挡了公子的路 多有得罪 花正龙一直没有杀你 是给你脸了是吗 他们什么人啊 留你这条狗命 纯粹是因为你把那个 该死没用的东西 给我藏起来 青龙主 不对啊 这真是青龙主 怎么可能让我一根筷子 就把鞭子打掉了 他最多不过就是一个 青龙主的首相 我发现你变聪明了呀 臭丫头 我对女人向来是网开一面 运气不错 待我了了此事 到我面前给我磕个想头 咱俩就算没事 记住了啊 到厨房去看看 我这三春客舍 你已经搜过三遍了 没有你要找的人 闭嘴 你刚听清了吗 是他打我还是我打他 你怎么还有席子吃啊 刚想说你沉稳了不少 结果还是不惊夸 我现在赶紧多吃一点 守得你待会儿打起来了 我要随时给你舍身 为你一下叫好主意 这破皮 竟然敢跑到寻常客店来撒饮 像你这种 在世外桃园长大的 名闷正派小白花 确实没见过 像四象山这个破皮无赖 瞧你这急功好义的样子 这老头看着 不是很厉害啊 阿菲 这老头功夫啊 倒是稀松平常 不过 能勉强机身一流 因为这老头 惯使用阴招 就凭他的临场经验 都过煞你十个了 你娘来了 都不敢轻蹄 这么厉害 连个鬼都没有 看 我说了多少遍 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搜多少遍都一样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大仇还没有报 凭什么找不着 你用什么架 这口齿头啊 这还有饼呢 不口来 再吃点公子 肉不得 这是他才会做的牛肉酱 谁啊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 骗我 把这两个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不交出几云尘 杀了这个臭丫头 各位客官 万事好商量 万事好商量 默默 九龙总 你这一双手上功夫天下无双 什么时候 倒对一个后背 言听计从啊 上头有灵 不可为 公子 姑娘 走开了 不 快 有声探见美乾坤 你这个老头好霸道 连看些的都打 住手 想为什么 英宗 你先歇个一礼 给人セ说两句话的工夫 对母厨 是我给你烦麻烦 是吗 阿北 冤有头 债有重 不要连累别人 好啊 你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 终于打算出来还债了是吗 你说 让我怎么还 我不要你的命 我要你当着我的面 自断筋脉 跪在地上给我磕八百个响头 再让我戳个三刀六动 咱俩以往的恩怨 也就此留了 这不难 我同你回去 要杀要管 全听你的 只是 莫要连累他人 来 慢慢来 慢动手 你看 我们这个小店啊 就这么一个厨子 要被你们弄走了 我再上哪儿去找一个 不用你管 一大清早就堵着我的门 让我怎么做生意 哈 床山脚下三不管的地方 什么扭鬼蛇身都有 你以为光是靠嘴天 就能混下去吗 阿飞 你看见那掌柜的 你刷手了吗 救我 大事不好 青龙七立在盟口 此地只许进不许出 只留死人不留活人 这个小板脸也是自带倒霉之气 谁跟那一拨谁倒霉 还带着这么大个雷准 恐怕是要吃大葵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 这种场合 我 我也不大擅长应对啊 反正我是不想自己 走 一个都不能走 拿住 走 这难道是破血刀 老朽不知姑娘是难道传言 方才多有得罪 我等的恩怨 既然与姑娘无关 那么就多有打扰了 姑娘可以跟你那位朋友先走一步 来日有缘再见 老朽再向你赔罪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这个老头儿 听到破血刀三个字之后 翻脸比翻书还快 见一时半会儿杀不动 便突然变得说 不知道姑娘是难刀传人 这黑黑二字 更是无为所无比 我从未听过 一个人能在一句话里 塞这么多废话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姑娘 既然九龙所发话 你们能走 还是先走吧 本来就是说我牵连 实在抱歉 腿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来愿意走 轮不到一个蚯蚓来管 我这个妹妹确实 有点没大没小 实在欺负兄长 但说话还是很帅的 那好 上天有路你不走 地府无门 你非要往里闯 今日南北刀相聚在此 我青龙一脉 倒要灵教 什么南北刀 这箱有毒吗 那倒不是 这箱 便和你们四十八寨的少剑一般 恐怕 这是青龙一脉的传信手段 和那将属下当阳放的木小桥不同 青龙主不爱自己动手 最擅长群殴 他创了一派人多势众的翻山倒海大阵 打仗不见得行 但是对付洛丹的高手却是极佳 等青龙主亲至 恐怕我们就谁都跑不了了 人多不怕 就刚刚他说南北双刀 背 背刀指的是谁啊 落下 只有一点 但是尚sten的 separaten 你也痛不怕 凝困在沙 side 然后你见过 但是你这些武器 我 duy付的是谁 我还会显示 你也有什么 一言 我都要计划 让你多些武器 有什么权 显示刀 我恶示 刀传人 万万不敢领 要脸吗 且问问他 还敢动刀吗 没错 我确实发过重视 自费武功 永远不再动刀 也不再与人动武 终生不能跟人动武 那倘若别人要杀你呢 这些人要杀你 那就让他杀便失礼 今天在这儿的所有人 丧命于此 都是受你牵连 你怎么还不去死 你这就算死了 这九龙所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再说了 这四象山何时说话算数过 说得也是 说得也是 论起武功 九龙所未必排得上 可是要排起心狠手辣 他老人家恐怕是遇不到对手 别说是一个人死在他面前 就是死一千个一万个 都耽误不了他老人家 由着性子杀人 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死 还是想让他活呀 那四象山的人脑子都有问题了 自己主意前后都不一致 老实说走 打脸玩 青龙香也燃了 青龙旗也立了 各位的生死可不由己了 现在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事已至此 只能趁青龙主位到 赶紧杀了他 讨治药药 我知道 我问的就是杀他的办法 全都医用傲上 人还战术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你现在看看在场的 还有几个能动的 你行你上 我 我可不行 没刀 我怎么打呀 谢公子 你可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啊 给我上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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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小姑伞哪 小姑伞 咱俩 走 只有三尺清风之力 我有三寸长尸之绝 天衣无缝 合作物件 果然是芙蓉神战花正魔 破血刀 在李前辈手上 清华在无疯 在李大当家手上 清华却在无匹 刀法是死人手啊 不必太拘泥于前人的绝学 对啊 我外汪梅的时候 我娘比现在的我也大不了多少 她那套破血刀 使不定学成了什么血涯 她说破血刀就是无间不村 到底是祖传的 还是她自己编的都不一定 我为什么要奉为闺蜜呢 要成为我自己 日本人的育战 你怎么不认为我 是他那奉口 你可不得了 是一个人的育战 你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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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毒 毒 花雄 二十年了 啊 还有人记得我这个老东西 只可惜啊 我的芙蓉神掌 在写江湖的时候 已经 没有掌了 诸位 这香虽然只烧了一半 但是 怕也不是白烧的 青龙主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们要速速离去才是 不愧是北刀的传人 就算成了个废人 还有这么一帮狗腿子 尚赶着帮你 你再出言不逊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来啊 砍了我啊 闭嘴吧 他真干得出来 诸位 没事 你们都是受我见脸 吉某人 白死莫属 你们扣着我也没有用 我只不过是青龙主座下一条 会咬尾巴的狗 可是你们今天毁了青龙旗 灭了青龙乡 公开打了他老人家的颜面 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跑不掉 都在此 阿佩 你如今的样子 若是让你双亲见到了 他们心里该多难受 别再遭见自己 好话就你会说 你还有脸提我爹娘 青龙主 不会真的来了吗 我 输人不能输朕 我们出去 姑娘 咱们后会有期 闻将军 眷上且慢 属下参见军上 军 军上 阿飞 阿飞你没事吧 担心死我了 我能有什么事 你没事就行 文将军 来 吴小姐 他是皇帝 我听闻将军说 他是前朝的皇帝 这位是 周姑娘吧 文将军 我爹他还好吗 甘堂公一切安好 就是十分惦记姑娘 当初文某断了 姑娘一柄刀 姑娘不会记恨在心吧 日前 听说在华戎 军上遇上了地煞的人 我派人过去之后 华戎早已经封城了 好在你平平安安的 还行还行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你孤身一人闯荡江湖 太危险了 那大可不必 你回去就帮我告诉甘堂公 我不是一个人行坐江湖 我还有 我可不认识什么君上 周姑娘 吴小姐 念叨你一路 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 叙叙旧 一会儿我给你准备车马 把你送回山寨 不行 我们招惹了青龙主的人 如果我们走了 可能会牵连一整个客舍的人 四象山的魔头也来了 是啊 我刚才是灭了青龙香 折了青龙旗 怕是不能善良 这文将就来得正好啊 君上 好 传令下去 立刻疏散百姓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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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merge 他们打白天得敲什么螺啊 才又出来吧 就不告诉你 鸡兄 外边儿铜锣圣四季 看来青龙主太紧荡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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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主人言道 此地南北不沾 但听说文将军在此 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 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 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 还有人公燃烧青龙旗灭青龙香 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 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 想必不会怪罪吧 你说是青龙主厉害还是沈天树厉害 还是段九娘 能与穆小桥齐名 虽然是有她的过人之处 这江湖之大 高手更是如过江之计 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 但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不过我相信 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前提呢 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 不是文某不讲道理 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 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 我们明天一早便走 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 到了明日 你们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文某人绝不打扰 我们江湖中人 文也不愿和将军为敌 好 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 我们就在客舍外等 让文将军明日一走 我们再来 撤 青龙主 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 青龙香也是我灭的 鸳药头战有主 把客舍里的人放了 冲我来 你故意的 这种巡行只能如此了 文将军 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护公子平安 是啦 这就没错了 这种场合 你以后有的事就会看 现在疼妙紧 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 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 花掺柜让她随便走 结果一无所获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 好 怎么闻将军 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就是将军的主子 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 找你你都躲得不见踪影 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 你又出来得那么及时 想必你在这儿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 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掏走吧 你既然这么厉害 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 那你还赖在这儿干吗 还不赶紧走 这姑娘不可 此时若将她推出去的话 等于要了她的命呢 她差点要了你们的命 都是因为她才惹出这么多事了 你还护着她 抱歉 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 只想问其他下 你们说的那个狗洞 到底是在哪儿 怎么 你要进去 除非从我这儿过去 除非从我这儿过去 只要诸位不伤了她 我愿意带各位去 楚楚还在楼上 我先行准备一下 一盏茶后 后远古苍见 好 好 今日若真的打起来 南将军 恐怕胜负也难分吧 青龙主所言极是 如果青龙主 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 放了这儿的百姓 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 登门道谢 好 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 来 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 就此作罢 我也不会大开杀戒 但是 我的爱犬伶俐得很 今日若找不回去 恐怕日后了 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 所以今日 我一定要进客社搜一搜 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 毫无瓜葛 文将军 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 青龙主 请 有搜 是 你们 怎么不打了 公子 这个事就这样了 别让下属为难 等等 这两位姑娘 是我家公子的家眷 这两位贵人 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刚说给我一个面子 怎么 反悔了 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 还是打一架比较爽 敏到弹鼓操附近 快走 这是后生咖啡 周先生见了 一定很欣慰 阿飞 别生运气了 去找几大侠 怪一个小美人死奔了 来 打皇帝犯法吗 这打谁也不对啊 殴打数明殴打皇帝同罪 那就好 分寸哪 你真是皇帝吗 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不会吧 找不上历灵 可不上历灵 她还想不上历灵 说了 噓 你这在历灵 水 你这有点心灵 你不下历灵 有点心灵 你赶心灵 现在都担心了 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 那可就亏大了 你放心吧 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 姓龙主从他那里逃不了什么好处 走 我们去谷仓 找起大侠 我们去谷仓 楚楚人呢 不用找了 人在这儿呢 虽然我武功稀松 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是我想 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 应该是不成问题吧 你就这点本事啊 把你的狗爪子拿开 她要是少一根头发 我不会放过你 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 女孩子嘛 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 像你这样打打杀杀 小心长一脸的皱纹 对了 我都忘记了 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 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 再说了 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 阿佩 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 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 跟敢尊称是否是一道音呢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 周姑娘 刀侠如人 我没想到 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 是我师长 实在抱歉 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 只是个幌子吗 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漏尾 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 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 周姑娘 还是饶她一命吧 看在 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 你听我外翁做什么 阿飞 阿飞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是英文兰之后 山川剑 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 剑乃君子 山川剑英文兰 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 儿历之年后 自成一代宗师 可惜飞来恨火 满门被灭 就她 山川剑的后人 看什么看 真正不要脸 早干什么去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先走 报告主任 我们找遍了客舍的 剩下两层 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一群废用 去 把狗给我找出来 把狗给我找到 兴起 Hum 走 堂堂北刀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社里面当厨子 还惶惶不可终日 非得扒个什么地道 真是不能够理解 人不当 非得要当属 那你呢 人不当非要当狗 你懂个屁 我是人自然不懂 让你跟着走就不错 乱叫我什么 小心我揍你啊 诸位 这条地道 是为了我 和我那为过门的妻子秀的 我们两个想隐退江湖 隐匿于此 怕仇家来寻衅 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 与己兄无关啊 周姑娘 谢公子 吴小姐 三位 请先走一步 快 你先走 好 华掌柜 你这颗手还能行吗 没关系 那就多谢华掌柜 先走一步了 请 阿菲 走 阿培 跟我来 快走 走 走 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 给我追 阿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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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掌柜 稷兄 以前听你的 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情有可原 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 这种人你还护着他们吗 你是对我有救命之人 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 华兄 你时常将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挂在嘴上 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 受了重伤 差点要了命 她救了你一命吗 几分辰 她救的那个女的 后来找到了你是吧 是 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酒还丹 给了那女的 去救这胖子 当年我入关之时 驾驶相赠一颗酒还丹 常人服下 有疗旧伤之奇效 你自有娘胎带病 身体虚弱 我想等你再长大些 再让你服下 或许能伐净洗髓 可是没想到 东窗施法 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 我怎么可能去吃你 那颗酒还丹 是 我酒后誓言 纪云辰 你都不仔细想想 是谁把你灌多了 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 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 你闭嘴 那个女的 看似单纯 其实臣服极深 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 让我跟你反目成仇 为的就是要那颗酒还丹 去救着胖子的心 你有半条命 都是我施舍给你的 你还要杀我 怎么有两条路啊 怎么有两条路啊 他们呢 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 我们还是别插手吧 父亲 华兄 快走 锦绣 我的命都是你给的 既然你那么想护着它 那 好自为之吧 多保重 Standing 华兄 当年 就是个地道的事 华兄 我留了一个机关 没想到 今天真的用上了 你怎么跟来了 这位道是你家见的 不要脸 你 周姑娘 华掌柜呢 周姑 周朗 周姑娘 周朗 周朗 鸡肉 门 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 小宝贝 等文将军走了之后 一定帮我 好好地找一下我那条狗 胖子对这附近很熟 估计早安全逃脱了 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 这条路一直通往恒山脚下 在恒山脚下挖密道 恒山派没意见吗 周姑娘有所不知 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 打的是昏天暗地民不要胜 恒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 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 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可是一旦插手 就怕会萤火烧身 那后来呢 那一战 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 都舍里头了 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 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 有家的就回家了 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 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 据说那新掌门 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 走的时候啊 也不知道有没有十六七 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看咱们还是先走吧 走 阿飞 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 禁锢着听人家墙根了 穿到鼻子了 眼泪都出来了 快看看 阿飞 有没有鼻血流出来 你没事吧 没什么 你干什么 有虫子了 你信吗 让 让开吧 恶心 踩我脚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等到青龙主与官兵都走了 我们再出去 这样也好脱身 脱身 你们得罪了青龙主 想脱身 别做梦了 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 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 现在你见这么个粗枝烂造的地道 就想躲过他 太搞笑了 他不是你主人吗 他不救你吗 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 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 这青龙主 收了十八个义子义女 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了 不敢当 自甘下贱而已 你们没有听说过 有人管自己的狗 叫做儿子吗 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 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 他还给我们每个人 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 那你这只呢 有吗 这么大个标记 你刚刚没看见呢 还真是作奸自己啊 不敢当啊 不过我这个人呢 最聪明 最顺踪 也最会巴结的 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 九龙所那个老家伙 太不上当了 连主人的脚趾头 他都填不着 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 跟着我 拍我马屁 所以我就带他出来 来解决这个废 对 按说呢 他老人家 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 不过没想到 北刀就是北刀啊 身边人才济济 厉害 让这九龙所折在了里面 平时如果我苟证人事 犯点什么事的话 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 可是现在 一顿鞭子 那是解决不了了 回去要挨打了 好 当年南北双刀病成双诀 南刀里生在胡香 北刀官封在关外 李老寨主交由极广 往来扛起了四十八寨的大旗之后 更是举世问了 相比而言 官封官老前辈 就没有那么爱闻事了 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十来岁 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 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 他便没有入过关 逐渐就成了个传说 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 南刀极凛冽 有北风卷雪之势 而北刀似水 人称断水蝉丝 原来北刀这么厉害 他不仅刀法厉害 卑比吴齿起来更厉害 我年少时 刀法出城 百别恩师执意要入关 师父也曾劝过我 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 老了 我不听 师父竟劝不住我 连别之事 他耳提面命 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 他说 徒儿啊 你手中之刀 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 掌方手里的算板 锄头与算板 都是做事用的 不是做人用的 千万不可 本魔倒置 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 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 自然便不听 我心下 刀 乃力气 这刀法中若有魂灵 这刀法中若有魂灵 你走 一刀法中若有魂灵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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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人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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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 我好不得已 我有心想 就在此开宗立派 让北刀重现人间 百年之内 我脸下七封战铁 打败一根高手 知道了 那北刀几云尘刚入关 就连挑七名高手 至今尚无败境 手势厉害了 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英大侠 你知道吗 他师父官封 商年之所以归缩关外 几十年不踏入中原半步 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英文兰 可见断水蝉丝不过二流 竟也好意思通破血刀 并称南北双刀 江湖传言 我看也是 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安在 还没有做到的 客官请慢用 来 行 少侠 请回吧 尹文兰 你不敢应战是吧 好 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三天 你若依然闭门不出 我就公告天下 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 尹文兰 我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就敢闯入地下山庄 和段九娘以两人之力 抵抗三大地下高手 而段九娘二十出头的时候 已经靠一双骷隆手横行江湖 就连几大侠也是处处茅庐便一道京市 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礼牌 可我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手里这刀 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 齐大侠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这儿干啥 哪儿来的野小子 走开 我可不是野小子 我可是山川剑 英文兰的儿子呢 你是英文兰的儿子 那正好 进去 把你爹给我叫手 不去 为什么 我是偷跑出来的 他们叫我读书 我不想读书 那你想干什么 玩 叔叔 就带你去玩吧 等你玩够了 叔叔再把你带回来 好不好 悄悄的 谁也不能让知道 走 话说 这官方 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 这两个人 一把 三川剑 打得北斗 八大会 这三百回 那是什么改变的啊 那是打得天昏地暗 一栋山摇 日月无光啊 那是只见刀光 不见人影啊 啊 毕竟是我阴暗下 那是五公盖世 那是巨师无双啊 一把三船剑 打得北刀 丢盔弃甲 满地找牙呀 好好好 叔叔 北刀是谁呀 竟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 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 令人 官方这次 哪怕是狄青老啊 这亚侠的卑鄙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我还要丢书呢 躲在被屋里 若不是听那些叔叔卖畅的 令人编的段子 我也不会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 逼着他前来应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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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는 很容易 没有 可以 没有 还有眼泽 怎么那么健康 吗 我们等到我 去把架果拿来 是 我爹就算是带伤应战 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 没错 我不是叶前辈的对手 姬少侠 你为逼我应战 竟不惜出此下策 绑架我儿 辱师之仇 不得不报 今时 我就要为背刀证明 我儿子 我儿子 后来 我才知道 在我无端挑衅之前 因前辈刚刚打发过低杀 他身上本就带着伤 又在我的逼迫之下 无奈带伤前来 当时对战的时候 他本可以杀我 今日 是说是赢 我背刀都认 大不了十年之后 一切从头来过 但是 你硬生生将剑阵断 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 姬少侠 王后这几十年 有的是你们 道山火海要庄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这些后生 无端舍在我的手上而已 老爷 老爷 家里出事了 咱们家里被人抄了 什么 你把我爹引了出来 坏人趁虚而入 引得我们满门被灭 全家百十号人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 你怎么还不去死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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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送小英配回去的时候 英家已经被灭门了 这么小 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 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 几前辈 言语好似飞沫 有中言如良药的 也有见解封喉 勾魂乱破 出的人口若冷铃耳 一旦你往心里去了 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 人心险恶 譬如久悠深果 别人心机千宠 算你一片赤诚 你当时年纪又轻 一时冲动上了当 本不必太自责 你懂什么 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 任少侠 冲有头 战有主 你讨债讨错了人 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 不怪罪你什么 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 那真正的始作俑者 岂不是要笑你傻 冲公子 不必为我开度 是我犯了错 我见得朕 没什么好提来的 养我的人 就是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 于是无意之中 导致阴家覆灭和几云辰有关 因此 反而出了我全家的人 你不走 也碰巧遇上了青龙主 把你捡了回去 诸位 时间差不多了 我送你们出去吧 将军 如何 可有行踪 军上这一跑 简直就像是鱼住了海 军上此次 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 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 目标大一些 要不要手下 再去寻找一番 罢了 军上要去哪里 我们岂能拦得住 你们先回营 把这件事禀报给甘堂宫 是 军主任 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 莫南去了 很好 那是杭山方向 走 走 走 出来了 多谢吉他侠带路 不必客气 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 来 我不过是一个闲人 何处不可去 不过二位 闹了这么大一场 要去哪里呢 你们要是有意 都可以跟我回四十八寨 你这是在邀请我吗 是啊 你去不去 当时那小白脸有点问题 带着麻烦弄死也不成 难不成就地放生吗 我呸 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 你就这么大爷不才啊 要是没你外祖父 你连狗屁都不是 你们南刀北刀夹起来 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 手说两句 来啊 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 行啊 来啊 来啊 阿飞 阿飞 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放心吧 他呀 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办事 也使不出来 我呢 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 但至少 我不会卖祖求荣 给别人当狗 臭丫头 你要是再这么猖狂 信不信我撕烂了你 青龙主来了 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 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 这么快就追来了 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 肯定就没心思 跟这些门外道打了 自然 就匆匆离去了 我 我 你 你踩我干什么 关我什么事啊 看那样子就来气了 当务之急 赶紧跟我走吧 行